丟给他之后的话 他就接收到1月 然后帮我查出来的结果 再丢回来给我 然后我就把它贴到我要放的位置上面去 这样就完成了 基本上我刚基本没有改太多地方 第一个 把刚刚的这个 Sub贴上 第二个的话 不需要再切回到1月 再来的话 5以前的 通通都变注解 然后呢 在6的地方贴上 把它改一下就可以 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基本上这个其实还蛮抽象的 那我们实际上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改完之后 特别注意还要 做一个动作 因为我会用到那个ADO 这边有个ADO 会用到ADO 所以请各位检查一下 设定引用项目 这个跟前面一样 请各位引用什么呢 Microsoft 开头的有个 Active Data Object 2.8的这个 应该是已经打勾了 看一下是不是 已经打勾了 在这里 OK Microsoft Active Data Object 2.8 Library 这一个 记得不是 Record Set 那一个 通讯好像 之前有勾 勾的时候勾错 OK 按确定 也就是要把它引用 进来 如果你没有引用进来的话 下面这两个 这两个元件 没办法使用 OK 按确定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我们按F8来组航 来跑 这个地方按F8 第一季先切过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选A1 然后再来就清除 对不对 清除之后的话 再切到 1月 再把1月的这个 栏位名称怎么样呢 复制 切到 第一季 贴上 对不对 这个前面应该没问题 就是跟前面那个 整合工作表 一样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把 1月的东西拿回来 1月 那1月份 先向下一列 OK Offset 没问题 然后再来 1月份的名称 放上去 再下一列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呼叫资料库 其实就是这一行 接着 我 那 走 担